哎呀妈突然就懂了 伞先生也懂了这条料 距离的诗盈盈很神奇 一面洞天下雨 心情不好会刮风下雨 电闪雷鸣 心情甜蜜就一路开花 突然也就get到假料理的下雨 再来陪你吃饭 一个说下雨再来陪你吃饭 一个说明天下雨 而神也要吃饭 不就是明知我们大神官吗 现在在看伞先生这条也很妙 北海下雨了 是伞先生忙里偷闲干的 泡澡干的 这是一地时的默契信号吧 不止卡拉太赞 还可以有伞泡水里 伞先生是谐音赞赞的 迎完名字上 如今才豁然开朗 连配图表情都心照不宣 一地恋人 他知道他在忙什么 突然也可以理解 下雨是因为想你了 你想我我就来陪你 你说下雨就下雨 与天气无法 话说阿战拍这场戏 会不会脑补啊 一念洞天象 又是风又是雪 阿林花絮就有雪景场面 而行走的CD艺术商 此时发挥了他的想象力 这种速度 我相信艺术商肯定能想象的到 阿蟹商肯定能想象的 都不咬 我试试